各位觀眾 這台就是Mercedes-Benz在2016年 巴黎車展的時候所公布的Concept EQ 未來的電能概念車 好 那這台車為什麼這麼重要呢 就是因為它上次跟著我們的集團 未來的四個核心的策略 CASE 同時一起公布 那CASE代表什麼呢 其實它就是Connected Autonomous Shared and Service 以及Electric 分別代表就是聯網科技 然後以及智能駕馭 還有分享以及服務 還有電能驅動 這四個核心的策略 所以這台車幾乎包含了 所有的這些面向的策略的 一些概念在裡面 首先我們可以看到 當然它是一台電動的一個概念車 所以它搭載的是一顆 70KW小時的高性能的一個理念石 然後同時它的出力可以到達300KW 那它的最高時速 這個0到100可以在5秒內 預計是可以在5秒之內就可以完成 那麼同時呢 它的這個續航力也可以到達大概500公里 這麼這麼遠 甚至於比一般的這個燃油引擎的車輛 甚至都還要距離還要長 那麼當然這台車它是採取一個 Sport SUV這樣子的一個造型的設計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這個車型的外觀 相對也比較流線 那麼也甚至於 那個也標準的是未來的一個概念 這樣的一個想法 所以它在整個的外觀 採取更平滑更平順 那同時會反映我們集團的整個的設計的余繪 Sential Purity 也就是純粹的感性這樣子的一個設計的余繪 所以你看到它外觀不但節奏了很多複雜的線條 或者是更為平順 更為原化的一個設計之外 同時呢 也反映了未來的概念 就是它取消了所謂的傳統造鉤鏡 這樣子的一個設計 那外面只有一個高解析的兩邊 各有一個高解析度的這個 攝錄箱的一個鏡頭 來替代著會的造鉤鏡的功能 那麼這個造鉤鏡所攝影 攝影到的這個外部的這個畫面 其實就會反映在A柱的兩側的 一個小螢幕上 它可以看到左右兩側的畫面 像我們現在左邊看到有媒體朋友在外面拍照 我們在左邊的鏡頭上 反映的這個小螢幕上 就可以看到這個媒體的朋友的身影在這邊 那同時呢 車內的部分 它也為了反映這樣子的一個數位化科技的 未來的一個浪潮 所以它在這個照後性的部分 也採取攝錄箱頭 後方的攝錄箱頭的一個設計 所以它的中央的這個部分的鏡頭 其實可以看到它的這個照後性部分 也不是傳統的鏡面的設計 採取一個LED的螢幕的一個顯示 其實可以看到反映的其實相當的一個清晰 那麼中央的部分 大家可以看到它其實採取一個24寸的高解析度的一個螢幕 那反映著未來 其實不只是這個資訊的一個顯示 使用者來講 它有更多的選擇 它可以簡略的顯示重要的資訊 或者是顯示更多它希望能夠看得到的資訊 那麼同時呢也可以看到它為了反映未來整個的數位化的科技 一個簡略化的一個設計風格 所以它雖然在方向盤的部分 它可以維持一個所謂的傳統的一個三輔式的一個設計的結構 可是我們可以看到它把上面所有的觸控的按鈕都做了一個簡化 而採取了一個OLED OLED這樣子的一個觸控面板的設計 那你透過這樣的觸控面板可以操控各種 以為要把洗車的資訊 或者是娛樂的資訊 可以透過這樣的OLED裡面來做這樣的調整 那甚至於說在中央的部分 大家也可以看得到 它的中央扶手以前傳統會有很多的旋鈕按鈕等等這些結構體也都不見了 那採取一個更為平順的一個液晶面板的設計 所有東西都透過觸控的方式來做選擇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溫度的部分 那我們也可以透過這樣子的一個選擇 然後可以來做 像我現在按的這個是燈光 那我們可以去調整它的燈光 這座車內的燈光會跟著一起改變 可以調整不同的顏色 那剩餘在溫度的部分 好大家可以看到 我們現在設定的溫度 因為是在相對的比較低 所以它的冷氣出風口 也會變得比較相對的一個比較低的一個溫度 那可是我當我把它調比較高的時候 它的冷氣出風口 溫度的光澤也會跟著變 來顯現出它能源是成為一個相對的比較高的一個溫度 那所以 甚至於我們在後座的這個 呃 這個 其實整個車的內部的部分 我們可以看到它其實是利用了大量的 數位化的科技也好 或者電動化的科技 整個的未來 概念之後 呈現一個最清楚的功能 那當然 也因為它反映了整個 整個 它就是CES Case的交通的策略 所以它並不僅反映了電能 包含智慧駕馭的系統 那它也想像在未來 這種包含 Connected 也就是說 聯網科技 它不管是CaseX 車與車之間的訊息交換 甚至於公共系統的這個 公共系統的整個 資訊的交換 甚至於監理系統的這個資訊的交換 都能夠即時的透過車輛的 這個聯網的部分來達到 那所以 配合著它的整個的 智慧駕馭的一個系統 那不但駕駛人 它可以更輕重的可能選擇 什麼時候它自駕 什麼時候可以自動化駕駛之外 同時在自動駕駛的過程中 那車輛也會因為這樣子的 聯網的資訊的即時的交換 而隨時選擇最正確 也最適當的行車的路線 與速度 讓你不太安全 而且更快速 可以到達你的路 避免交通的一個路線 那所以這些都是反映在 不管是電燈方面也好 或者是在聯網科技也好 甚至於說自動化駕駛機 當然 當所有這些都是可以實現的時候 所謂share and service 就是所謂的分享 共享經濟的可能性 也就會產生 就是當你車輛都可以完全 自動化駕駛的時候 你的來去不需要透過駕駛人 自動的駕馭 那當然 那這樣子的車輛 也就像我們在前幾個月的 法蘭克福車展 去年9月的法蘭克福車展上 這樣子的 Smart EQ 4-2 Vision Vision 就像這樣子的一個變動的一個 是完全自動化駕駛的車型 對一個分享的這種模式 就跟我們可以產生 評寡 說道路 Tay Middy X3 Middy 概視射 Tay Tay C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